女性到国外从事性交易的被告 太阳花 女王 刘乔安等三人 在法院开庭的时候都认罪 请求轻判或者是缓刑 今年北约一审宣判判刑 六个月缓刑两年 连线记者温思涵带我们来了解 思涵 这主播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是针对跨国卖淫案件 来做出了一审宣判 而刘乔安被判刑六个月 有期徒刑的一颗罚金 获得缓刑两年 但是必须要缴缴国库十六万 而刘乔安今天也在男性友人的陪同下 来到了北约这边来听判 得知这样的结果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谢谢法官今天的裁定 然后对所有的判决都会服从 然后照做 然后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浪费了这么多社会资源 然后也让你们辛苦了 不好意思 那之前说会捐二十万 现在还会捐吗 说二十万不是我捐的 说二十万不是我说的 但是对 竟然法官和检察官他们要求三位被告 都是同时要求这个款项 对啊 那当然一定要 就是必须要做出了 刘乔安是被检察官查出 他在前年四月 一直到去年九月的这段期间呢 有涉嫌两度为卖淫习团重建女子呢 到国外来从事性交易 虽然事情刚爆发的时候呢 他一度在脸书上po文怒呛说呢 这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不实的谣言 不过呢就在法院审理的时候呢 他是一改先前的态度 当庭就认罪 并且呢表示说他已经充分的反省 希望法官能够让他从轻量刑 而法官呢在审着整个犯案情结之后呢 是最后判决他六个月有期突袭的一颗法金 并且判他缓刑两年 但是必须要缴交国库十六万 以上像最新主播